有关您的消费权益 今年初新闻局已经公告了 电影院不得禁止攜带外食 不过消机会却发现 有八成的电影业者 现在仍然不符规定 甚至仍然在电影的入口处 大拉拉的树立告示牌 禁止攜带热食 还有呛拉未重的食物 还有业者自己卖热狗宝 却不准民众带外卖的汉堡 新高采烈跟着队伍进场 准备看电影 每个人手上清一色 拿着冰红茶爆米花 就是没看到其他外食 往旁边入口告示牌一瞧 原来戏院还有这些限制规定 有蛮多的戏院 它是规定不能卖 可是自己去卖的 喜满客精华饮成 店家贩售热狗宝 但是不准攜带汉堡 包括维风国兵饮成 它不能攜带热食 可是它卖了热咖啡 我们觉得这种限制是最不合理的 明明不能禁带外食 萧姬惠却发现光是大台北地区 就有八成以上电影业者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像是有电影院规定 静带热食 底下小字还写着 不能攜带味道 翘辣浓郁的食物 每家业者各定限制不同 最离谱的还有业者自卖热狗宝 却不准攜带外卖汉堡 不公平啊 因为他们汉堡不见得好吃啊 假如说我自己是别的吃 然后我闻到就觉得很太香 然后可以被影响到 就觉得这样不太好 我觉得会规范一些 限制一些比较好 不过被点名的业者赶紧喊冤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啦 外面的汉堡不能带进场 那我们自己现场卖的类似的 也是不能带进场 维护消费者权益 消机会呼吁电影业者改善 但同样是汉堡 同样是炸鸡 业者卖的就能带进去 两套标准恐怕引起的是 更多的消费纠纷 明镜新闻 陈敬吴裴佳台北报导